縣裂垃圾區化問題是民眾相當關心的議題 所以在本日定期會總質詢議程中 就縣府示範AI恆溫高溫熱烈解裝置 以電漿技術處理垃圾的方式 是否產生污染源 先遠張家澤也來救教縣府環保局 現在在實驗階段的熱烈解的垃圾處理方式 當然我們也非常期待新的技術 跟可以小規模的解決垃圾問題 不需要把垃圾集中在某一個鄉陣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我還是有接到這個民眾的陳情提到說 這個產生氣體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會有廢氣跟這個臭氣的產生 這個局長有沒有去監視這個情況 先遠唐喬芬指出 先遠垃圾劇化問題刻不容緩 肯定縣府的積極規劃 但也建議要從根源做起 貫注孩子們的環保觀念 讓他們從小都能一起 盡情垃圾減量並分類做環保 追到根源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每個人產生的一些垃圾問題 所以在這裡我除了肯定說我們局長對我們南投縣垃圾的一個進責之外 那我相信說追根究底 我相信要回到我們的教育的一個本質 從根源做起 讓我們的小朋友從小養成我們的垃圾的分類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習慣 把我們的垃圾的前緣的這個源頭控制好了 我相信說未來的垃圾其實是會越來越少 對於縣府市班AI恆溫高溫熱烈結裝置 以電漿技術處理垃圾的方式 先遠參門員也相當關心處理量能 希望如果符合效益能夠在13鄉鎮市來做推行 讓各鄉鎮市各自處理所產生的垃圾 目前我們館長也很積極 已經找出了一個新的方式 電漿 電漿處理 它的一天的量 量能是多少 如果我們南投市這一套設備 如果做的不污染 成效不錯 我也希望說我們也能夠讓竹山的垃圾 有一個處理的方向 如果不是很貴的話 我是覺得我們是不是在13鄉鎮來各自處理 線內垃圾去後問題被民眾所關心 在本日定期會中多位議員都提出許多建言 也希望與縣府警民眾一起來努力 為線內垃圾找出適當的去話方式 記者盧玉凱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